剪头发前要做的是 台湾人婚丧喜庆都要看日子 你知道剪掉一头长发也得挑个黄道极日吗 翻开电子农民历适合剪发的日子 一个月还真的没有几天呢 农民历上面的所谓剪发剃头发 要去看日子 这纯粹是因为受到逐家思想的影响 连剃头都要看日子 这表示孝道的表现 但现代人已经没有将所谓头发 当作是孝道的表现 造型专家也说 削剪头发自己心情轻松愉快比较重要 以前的长辈们流传下来了 觉得过腰就是腰斩的感觉 好像看个好日子来剪头发会比较吉利一点 如果在农民历上适合剪发的好日子 没空上美容院 专家建议可以自己先在发尾修一刀 再找时间做造型 发型设计有依循的标准 进杀龙前可以自我检视一下 分比 如果你的脸型是偏长的 那就比较适合做横向设计的发型 比方说两边松的 如果说你的脸型是比较短的圆的可爱的 那就适合做长型的设计 也就是说你上下最好是拉长 不要做太宽的设计 到时这个时候 每个人剪发都应先翻翻浓民历 大约在24天左右提台毛 因为这一辈是第一次的提讨 而且我们过去会用台毛来做台毛笔 做成台毛笔 还是说它会帮助你考虑肩膀提运这样的概念 东新闻检法学问大报导